再见 再见 走 立姐 我牵着你的手好不好 不好你自己走啊 我帮你背书包好不好 也不好啊你怎么这样 我们杀鸡保镖行了 你是你小弟 大姐啊 你看你的杀小弟可以吗 怎么办呢 你没钱啊大哥 看看能不能搭东西 给了筹路费 陈好奇决定 把他最心爱的戒指 典当出去 妈妈给我买的一个戒指 当时不如没钱 我就把戒指给当了 因为我18周岁 甚至不能也只能一个人过 算是提早了成年领导 叔叔啊 我想能不能当一千块钱 当什么 当一千块钱 这个戒指行不行 买了一万多点 当一千块钱 当一千块钱 我不能这个戒指行不行 这个戒指行不行 这个戒指行不行 你在网上卖随便都能买到 七千块钱一次 我们那去看就像个挺权人一样 你说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必要不合 那你可以送我们去一家凤凰吗 你该多少钱去送我 凤凰 凤凰啊 你忙远的嘞 四万块钱吧 四千一点 四千一点 又我们还要公路费啊 游费什么都走 来看看什么东西 四万块五大钱 你现在要你这 走的时候会把钱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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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一万块钱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借着家我这里 然后我带你们去就可以了 对吧 你看到时候你们给我钱 那么我就帮给你们 你趟车费 当然不吃了 但是还是要帮助水利的 家是建立在有孩子有父母的基础上的 四十的水利 对于三个哥哥遭遇的窘境一无所知 对于即将见到妈妈的事情 也并不知情 而三个哥哥 为他精心策划的惊喜 水利又会是什么反应 你像我妈妈 妈妈 你像她的时候怎么办呀 她说我们这个哥哥 那这个哥哥 这个是哥哥 那个时候的就是爸爸 第三个哥哥的是我爸爸 妈妈天天都不归佩了